李宗盛 李宗盛 查理 旭宗盛 李宗盛 许多了解 为什么立这个戒律呢? 是因为有人犯错 我们很多的规矩 都是因为 有些人不懂 有些人走过戒 有些人不听招呼 那么才立了很多的规矩 除了戒 除了这些规矩之外 我们依然很强调 这个政见 这个政见才能令我们心服、口服、愿意去做 否则我们就要受苦果了 对,政见就像一个道行 虽然持戒持得很大 如果没有正确的 虽然是持戒 但是很多事情都会做错 我们持戒就什么都好了 不是这样 戒律我们是基于什么呢 建基在哪里就是善恶 恩果 所以这个放枝四海都会用的 虽然有些地方 我举个例子 有些地方堕胎是没有问题的 不算是杀生的 但是虽然说那个国家或者地区 是说你没错 你不是杀生 但是从戒律 我们说持杀生界 这个胎都是一条生命 从一个恩果善恶的角度来说 你也是做错了 圣炎掌柳也这么说 戒其实都是一个大布施 为什么 因为人们知道你是好人 跟你一起是安全的 他相信跟你一起是能够很平静很安全 这个都是一个布施 都是有福布的 所以持戒其实是很重要 你说如果持戒没有办法 让我们生起这个政见 他的持戒有什么意义 其实真的是保护自己 保护身边的人 你不去杀生 不去伤害生命的话 你是不是保护人家 持戒重要 但是政见都很重要 其实是没有分开的 他接着还有说 如果你有政见 你有持戒 你有多问的话 有些人说 我持戒 我有正念德 我什么都不好了 比如说 我正念佛 我什么都不好了 就拒绝了 其实不好 也不是叫你周围去走 但是也不是叫你拒绝一切 好了 你有的时候 你就骄傲 是不是可以 不行 所以佛法 是一种觉性 觉知 需要我们去发挥 我们自己 有什么存在 这个是重要的 对不对 最后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持戒有五种功德 其实有很多功德 但是 第一个 你所求的东西 都会是如理所缘 所求如缘 第二 你的财产 是一定不会没有的 如果你可以 譬如说 不去赌 不去喝酒 你的钱财 一定不会失去 所以财产 一定会增加 不会失去 第三 你住的地方 因为你持戒 你住的地方 人人都很喜欢你 第四 你的名誉 一定不会差 是吗 持戒的人 你的名誉 一定好 第五 我们说持戒 你可以收得天人 这个福 一定可以 不会落三恶 道 持戒的功德 就在这里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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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